大家好,这节课是第一主题操作教程的第一步准备工作 我们做一个网站,至少需要一个语名和空间 但是这两个我们这节课不讲 关于主机的选择,我之前做过一个说明 大家看我以前做的公开课 在我的个人网站里有 Wordpress主题,我不建议大家在本地搭建环境 那会经常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特别是导入过程 这节课主要说的是准备Wordpress和BE的主题包 Wordpress官方是英文的,建议大家去下载英文的官方包 另外还有中文包,一般更新脚腕 即便我们用的是英文的Wordpress 随着它的更新,它会更新翻译 也可以切换成中文界面 BE的主题包,大家可以到SimForest这个网站上下载 下载之前先购买 59美元 这个59美元包括了220多套的demo 以后有新的demo还在这个里面 不会再产生其他的费用 如果不想在这购买的同学可以联系我 我会把最新版和汉花包发给大家 不带license,不带许可证 仅供学习使用 如果要商用,建议大家还是购买一个59美元的正版 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 不管你买没买这个license 用它这个原码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区别 至少截止到目前是这样 这个完整的BE压缩包是100多兆 里面的BE主题包只有29兆 其他还有很多东西 比如有说明文档 还有插件 还有PSD 还有SliderRevolution的demo 可以导入的demo 现在视频 这个就是BE主题的说明书 说明文档 都是英文的 还算是比较全面 我建议大家看一下这个文档 会对以后用BE主题做网站有很多帮助 这是两个Slider的使用说明文档 BE主题包含了Layer Slider和Revolution Slider 这两个Slider幻动片属于商业主题 是单独销售的 只不过BE主题给它包含了进来 当然它估计也是花钱买的 也就是说我们买了一个BE主题 里面包含了BE主题 并且包含了那两个商用的Slider 我们是可以用的 除了Slider 还有一个编辑器 性质和刚才那两个Slider一样 它们都是以插件的形式存在 BE主题这么多的Demo 每一个Demo 也就是网站的头部会有一个欢灯片 都不一样 这些欢灯片有的是Layer Slider做的 有的是Revolution Slider做的 这些Slider的Demo需要单独导入 Revolution Slider的Demo就有191个 以后BE主题的更新 我会下载它的这个大包放到那个网盘上 大家有需要可以去下载自己手动来更新BE的版本 好了 准备工作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再见